一条丝绸之路带来的是2000年的中虚文明的交流历史 这让我很好奇 在过去 麒麟山下 家喻关内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说的通俗一点 他们吃什么 穿什么 用什么 玩什么 我们盛事组啊 现在来到的是一片戈壁 那么这片戈壁摊下啊 是一整片的古墓群 其中有一座未浸墓 里面啊 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已经探明的1400多座未浸墓中 当地文物部门发掘了13座 在汪春美的配合下 我们来到了画像砖最多的6号墓 王老师 整座墓的面积有多大 它是格局是怎样的 这个墓室是由30墓做成的 我们在的是前室 然后中室 最后面是后室 这个前室的一共四周呢 有65幅砖画 它反映的就是墓主人的生前的生活生产的场景 可以说一块砖就是一幅画 但是呢 也有几幅砖表达一个意思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连环画 你看 像这一幅 第一幅 这是整个由三幅图构成了一个杀猪的场景 第一幅你看猪放在案子上 注意看 底下的盆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到了第二幅呢 证明猪已经被杀了 因为盆里有红色了 最后呢 就是把猪抛解之后呢 割成一块一块的猪肉悬挂起来 和它相同的就是下面呢 就是宰羊 你看 宰羊牵过来 然后呢 倒挂剥皮 最后呢 是一块一块的羊肉 在这你要仔细看一下 它猪肉和羊肉画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没想到在这些专画上 古人的生活描绘得这么细致 除了杀猪载羊 专画里还会有成群的马匹 牛羊 前骆驼的牧民 弹琴的艺人等等 唯妙唯笑 家与官人 两千年前的生活 已由此揭开了灭纱 对于这个牧师牧主人的身份呢 我们只是通过上面的这一幅专画呢 推断出它可能是一位人官 当时的牧葬没有文字记载 所以无法判断牧主人的具体身份 但是来到第二牧师 我们对牧主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第一牧师跟第二牧师 人们的衣着不太一样 是 像第二牧师感觉更中原 更中原一些 因为第一牧师呢 它是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大的一个生存生活的环境 所以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着装 很多游牧民族的着装 它当时所谓的汉人呢 就是树高纪着长群 所以你看 树高纪着长群 而且从视觉角度来讲 您看 坐的这位女主人呢 明显的要比赞的这位仆人 让我们看得更为突出一些 这就是当时画家的一种非常精妙的画工的用笔 更庸荣华 更庸荣华一些 可以感受到当时生活的这种富贵修鲜娱乐 因为你看从这边走呢 这是一幅长的莲花画 这是厨师 在厨房里正在紧张的包厨 你看悬挂的是什么肉 这是羊肉 对 在紧张的加工 然后由仆人端上来 你要注意中间有一个餐具 嗯 熟悉吗 这是好像叉子 是 我们再往后看它做什么 你看 主人前面有摆的是盒 然后再往这走 我们要看了 叉子在这 你看到叉子上有东西吗 这是做的烤肉吗 是 这就是烤羊肉 也就是说在 对 两千年前 你们就开始吃烤肉了 是 真的让我们非常意外 一千多年前 这里的人就开始吃烤肉 我觉得啊 在这座古墓当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专画 其实也代表了牧主人 对生前生活的一种留恋 留恋 那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一个很大的收获 这是让我们了解到了 近两千年前 人们的生活 生活是如此的丰富 而且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场景 也是非常坚定的 对 大家都喜欢吃烤肉 这些未尽时期的墓葬 展现着丝绸之路 曾有的繁荣 虽然历经千年沧桑 它们依然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拜拜 拜拜